大家好,这里是一览无鱼,今天鱼姐又带大家课堂了,今年刚开年,田园治愈剧去有风的地方爆火,使沉寂已久的李宪,又重新有了热度。 作为一部小众题材的作品,去有风的地方无疑是成功的,不仅评分高达8.5分,更直接带动了拍摄地点的经济发展。 李宪在剧中将老师中带点脚侠,憨后中带点可爱的《村草》,谢之遥演绎的入幕三分,而且在剧中面对女主时那不值钱的笑容,更是直接让观众觉得她是本色出演。 另外,根据最新消息,接下来,由李宪担任男主角的,又一部治愈戏情感立志新剧《无相有情人》,也是被曝将有望于今年的三月中旬,迎来正式开拍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部剧的女主角却迟迟未定,竟然有四个人选,好在后面定下是孙谦,也是一位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女演员。 出道多年,并且演技也是很不错的,孙谦属于娱乐圈冷艳戏大美女,尤其是一双大长腿特别吸睛。 不得不说,作为一名新人演员,孙谦拿到手的资源真的不错,前游《我在他乡挺好的,我在未来等你》,两部评分均破8.0的电影作品,后有搭档85大花,赵丽颖的扛顶之作《风吹半下》,运气与实力并存的她在外形上,也属于娱乐圈中数一数二的美女,人称,翻版刘一飞。 啊,最难能可贵的,是她愿意跳出自己舒适圈,不断挑战新角色,不同于以往在青春校园剧中的好学生。 孙谦在《风吹半下》中,她是演叛逆泼辣的,野猫,高心仪,不仅用自身的美貌将人设立住,还以又甜又酷的表现火出圈,为她带来一波红利,若此次可以成功与李宪搭档出演《无相有情人》,孙谦的资源也许会有一个质的飞跃, 同时,还未从去有风的地方,走出来的还有一大批CP粉,于姐就在其中,两人在剧中的表现,简直让小编磕声磕嗣呀。 从梦华路走出来的古典美人赵叛儿,这次变成了,同时具有精英才华和林家女孩气质的许红豆。 《亲爱的热爱的》里面的高冷男神韩商言,化身为为马开店两不误的创业青年谢之遥。 这样的CP组合,既有颜值和演技的保证,又有与过往作品形成的反差感,再加上故事不落俗套,没有集三伙似的大发狗粮,而是如风一般顺其自然,无形无状却又恰到好处。 总能聊到观众内心深处的共情,有网友说这是理线效果最多的剧,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笑,这吃汗的表情可能不够帅,但够真。 不用说,谢之遥肯定是陷入爱河了,晚上聊天互动,早上站人窗户下望着,白天见着人就笑个不停,观众调侃,惨了,你坠入爱河了,谢之遥看你笑得不值钱的样子,正片没看过瘾, 所以花絮咱也不能放过呀,在新出的一期花絮里,是刘亦菲饰演的许红豆,去安慰李线饰演的谢之遥的一场戏,李线因受伤,坐路边正揉着头,刘亦菲过去坐下,霸气一搂李线的腰已是安慰,这一表演动作顿时让李线叫羞,他搂着我,导演,是啊,李线,搂着小娇妻嘛,导演,就是啊,果然还是导演会玩啊, 哈哈,随即招来刘亦菲的暴奏,叫什么小娇妻,之后刘亦菲还向导演,抱怨,她觉得她是我小娇妻,这咋整你说,看到这,娇羞,样的李线,网友们纷纷忍不住直呼,谢之遥,你那小娇妻扭扭捏捏的样子,笑死我了, 荆州第一打经,李线,谢之遥,185的猛男撒娇,越看越喜欢,相反的,刘亦菲表现的那段则是让网友们惊叹,红豆真是大猛一那么公的嘛,刘亦菲真的永不为零,抱男人也是搂腰,两人都笑得嘴角和耳朵肩并肩了,被刘亦菲搂腰,这事遇到不迷糊啊,突然让小编想起来, 之前孟华路热播的时候,徐海桥就因为带心追刘亦菲而备受关注,他本来不打算接钱副歌的角色,但听说赵盼儿是刘亦菲饰演,立即答应下来了,片酬已经在无所谓了,而且聚播后,徐海桥接受采访时还特意炫耀,料一下,是刘亦菲主动加她的联系方式,并且杀青时也主动提出合影,看到她笑得不值钱的样子, 就知道她有多喜欢刘亦菲了,两人在确认关系前的互动,也让各位观众直呼心痒痒,为了拍摄宣传视频,两人假扮情侣上镜,而场外导演为了让气氛更甜蜜,一直暗示两个多点情侣间的互动,刘亦菲便主动牵起李线的手,南方瞬间害羞,就在这一瞬,让两人都爱情种子悄悄萌芽长高,刘亦菲的颜值,是大部分人认为的内娱Top级, 夫如宁芝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谁看了不说美呢?她的白袖珠至今都是小编的最爱,15岁就美得很夺目,不禁感叹原来这就是小说中,未成年就惊为天人的女主模样。 而说到李线,自从2019年凭借亲爱的,热爱的爆火之后,她就再也没有拿出什么有影响力的作品,热度下降不少,而且她的演艺之路也尤为坎坷,在20年至22年这三年的影视剧作品里,只在我的时代露了个脸,而她的剩下的11个也是悄无声息, 尤其是人生若如初见,原本是大制作,爆款项十足,也在定档之后遭遇了撤档,从顶流到几近销声匿迹,李线的事业可以说是,昙花一现,直到去有风的地方,把她又让她的事业有了起色。 接下来,李线又有一部剧要来了,该剧叫《无相有情人》,这部剧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,目前只知道无相有情人,与去有风的地方一样,都是治愈系作品,不过无相有情人围绕的是家庭,去有风的地方围绕着事业,不知道能否成为既去有风的地方后,又一爆款剧,据网络消息,该剧目前接触的男一号是李线, 作为一名专业科班出身的演员,李线的演技实力还是有的,有颜又有形的她,严起爸总来很难让人不爱,称霸当年数气荡的亲爱的热爱的,就是很好的证明,她饰演的寒伤颜高冷,不够言笑,但对女友却宠爱有加,在这样的强烈反差下,剧粉们纷纷变成,线女友,李线爆红,瞬间涨粉千万,沉寂三年后, 李线再度带来爆款去有风的地方,饰演淳朴善良的回乡创业小伙谢之遥,贡献了,憨憨在线热舞,穿拖鞋小跑去,卫生院,满夫爬窗问能不能亲,等多个名场面,彻底摆脱,寒伤颜,的高冷形象, 成为一名真正接地气的演员,这次再度出演治愈戏题材,或许她可以收获不一样的经验,无相有情人暂定的女一号是孙谦,无相有情人目前还没有官悬,但从网络消息来看,两人有很大的合作可能性, 那么,这对季男靓女的组合,将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? 对此,你怎么看?